歡迎收看 歡迎把抓 我是東奧和 今天四個關鍵字 帶你掌握天下事 全美因失路 這個畫面 你看了什麼反應啊 這不是影集啊 這是實實在在 在美國費城的 肯興頓區街頭的現況 這群人發生什麼事了 是在模仿喪屍嗎 不 他們都嗑藥了 這是新興毒品 叫做賽拉琴 你只要一吸食下去 你跟僵肢是沒兩樣的 眼神涣散 四肢僵硬 最可怕的是 這一款毒品 還會吃掉你的皮膚 小刀擠痘痘 給正麗文台階 他偏不下啦 小刀出招了 指正麗文 就像青春痘 有問題的農包 一定要擠出來 還直接點名 這是他背後的 金主在左右 這幕後勢力是誰 今天要全盤揭秘 紫家文哲大翻臉 柯P董事長開獎高雄廠 怎麼不辦了呢 吳紫家公布 賴對話 原來沒什麼人報名之外 還被對方不讀不回 刻辦一句 是對方太多廠要籌辦 是在指被郭台銘收買了嗎 只專辦 郭懂的嗎 聽媽媽的話 發了 周杰倫概念股 昨天香港掛牌IPO 股價是立刻飆升 什麼產業這麼厲害啊 一查下去 最大股東還是他的媽媽 葉惠美 光是持股 他的股市的市值高達17億 這概念股 到底熱在哪裡 接下來介紹今天 四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 吳嘉芬 趙和好 大家晚安 新美市議員 我們葉元之 趙和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趙怡祥 趙和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張志好 趙和好 大家好 好 現在全美各州 已經出現了僵屍病毒啊 這是世界末日啊 我的天啊 看到這畫面之後 大家趕快嚇一跳 其他的這些影片當中 這些人呈現一個 不自然的肢體啊 眼神涣散 有個往前 有個是往後 而且最誇張的是 他們手上還拿著針筒 這是Cosplay嗎 完全不是 他們全部都吸食了毒品 之前我們才說了 芬太尼毒害了整個美國 現在比芬太尼 還有強的毒品都來了 好 我們先說 為什麼會有個新興毒品出現 比之前談的這個芬太尼 還要再更 在美國蔓延的更快 原因是因為它非常便宜 而且取得非常容易 這也是為什麼 它會在美國大流行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現在看到 是剛剛趙和特別講到的嘛 說這個殷尸錄 真實在美國各地來上演 這個不是演員 它是真的人在吸食了 這個賽拉琴之後 所出現的反應 很多人會彎著腰 拖著背 然後走路非常的緩慢 甚至這個骨頭 還會有點卡卡的感覺 不是很自然 所以會被形容說 好像是這個殭屍 很像那個Zombie一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裡頭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個毒藥成分 那先說它本來是用在哪裡 為什麼會用在人身上 它本來其實是用在動物身上的 是這個動物 牛蛙馬的鎮靜劑 他們可能會有時候會比較瘋狂 那拿這個藥來做鎮靜劑 所以它非常便宜 好這是非常便宜 動物使用變成人身上 沒錯 所以一定會出現問題嘛 這個用邏輯講就知道 它肯定在人類出現一定會出現問題 首先第一呢 眼神會非常涣散 就跟那個電影的影集裡面的Zombie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再來是行走會非常非常的緩慢 因為其實你的大腦 已經被這個毒品所控制了 再來四肢很僵硬 然後這個手腳的關節 會非常的硬 再來怪異姿勢 有人形容說駝背的這個形狀 然後走路很像是一隻大上的感覺 然後還有走一走可能就倒在路邊 還有人會有一點這個注射 身上皮膚全部都是針孔 有針孔就算了 它針孔是不會癒合的 它吸食了這個賽拉禽之後 你的皮膚會發生潰爛 潰爛之後 你一沒有藥可以醫治 第二它永遠不會好 這會形成什麼現象 也就是你只要想辦法 要讓它好的話 只有一個解決方式 就是去截肢 直接砍斷 對 你要是爛手就是截手 你要是爛腿就是截腿 截到最後 你就沒有地方可以截了 就會因此而喪膩了 再來是 它這個傷口會慢慢的 從你一個小針孔開始做蔓延 然後蔓延到全身 到最後你就會因為吸毒而死亡 甚至是截肢的痛苦而亡 再來我們剛剛說了 為什麼這個賽拉禽 第一它很便宜 可能大概一顆5塊美金 就能夠取得了 然後很多的管道 都能夠買得到很多的學生 也能夠輕易的取得這個賽拉禽 所以它會在全美國很多地方 都有人在吸食這樣的一個毒品 再來是賽拉禽 它可以跟其他的各式毒品 去做結合 比如說安非他命 比如說骨科鹼 那加進去混合之後 會有什麼效應呢 它會延長這個安非他命 或者是骨科鹼 它們其他毒品的發酵時間 延長毒性時間 所以它可能用一小顆 就能夠延長 它在吸食毒品之後的這些反應 重點是它便宜 很便宜 然後時間又長 但是這會造成什麼效果呢 因為這個使用之後 你的全身的反應會變慢 也就代表說 你的眼神幻散 怪異姿勢 甚至皮膚虧爛 時間都會跟著拉長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再來我們剛剛提到的 包括了2018年 當時是51個人 因為吸食賽拉禽 而郭良死亡 到了2022年 去年已經變暴增600多人了 你知道其實這個數字 我相信還有非常多的黑數 是沒有統計出來的 再來另外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原本在美國的毒藥 其實是芬太尼 那芬太尼跟這個賽拉禽比起來 賽拉禽它是用在動物身上 芬太尼它是用在人類身上沒有錯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止痛藥 是 是強效的止痛藥 比一些馬啡 還有這個效用都還要來得強 但是因為很多人 在使用了這個止痛藥之後 它發生上癮的現象 所以很多的吸毒患者 他是一直去拿這個芬太尼 然後就是跟醫生說 我怎麼樣很痛什麼什麼的 開了藥之後 變成說他用藥成癮了 就開始變成吸毒患者 在2021年到2022年之間 有10萬人因為用了芬太尼之後 就用藥死亡了 每一天有200多個美國人 因為這個芬太尼而喪命 那現在其實以前都說 這個鴉片戰爭到中國去 讓很多的中國人都死亡了 但現在鴉片戰爭最新型的 就在美國當地在開大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剛說到 為什麼芬太尼會這麼多人都在使用 然後這麼多人用藥而喪命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它有多麼的毒 你就想一根鉛筆的這個鉛 底頭你知道 前面的那個筆尖 削一點點下來 就足以致死的量 這麼少 對 你就知道它有多毒了 有一個17歲的媽媽 她本身其實也有吸毒 那她有一次就把芬太尼 跟她小寶寶的奶粉 混在一起之後泡給她的寶寶吃 結果這個寶寶九個月就死亡了 當然家人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突然間喝奶 喝到一半死亡 去驗了之後才發現說 這個媽媽加進去的 這個芬太尼的量 竟然可以毒死10個成人的量 它放在9個月的奶 硬的奶粉裡面 它當然會過量死亡 好 這個是包括了芬太尼的嚴重性 再來是 其實現在芬太尼在不管是中國也好 墨西哥也好 在美國也好 現在是一個一條龍的這樣的一個製程 原料非常的便宜 但是製程要完賣到美國去之後 那個價格是整個是暴增的 這個前驅物是在中國製料 為什麼它會中國製造之後 可以銷進美國去 因為其實美國有訂出很多的規範 不能讓芬太尼進來 我的美國要阻擋你 但是因為它是前驅化學物 所以它只要變一點點的結構 它就合法了 它就可以讓這個原料賣到墨西哥去 進而賣到美國去 原料一開始的時候 在中國的時候 它是每公斤大概200塊美金左右 它會衛裝成狗飼料 寵物飼料 貓飼料 運到墨西哥去 到了墨西哥之後 它就把前驅的化學物質 壓縮成藥丸 這個時候已經飆到 每公斤是5000塊美金了 已經從百元變成千元美金 然後製成藥丸之後 再用卡車 貨車 甚至一般的民用的轎車 送到美國去 送到洛杉磯 鳳凰城 芝加哥 亞特蘭大等等 甚至爆發了紐約 這個時候你看 已經是三級跳了 價格每公斤是2萬美金 好 這個時候 再賣到美國的各地城市去 到酒吧去 到夜店去 甚至進到校園裡頭去的話 這個時候 每公斤的價值 應該來到了100萬美金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從200美金 到最後變成100萬美金 這一條龍的作業 是這樣子 等於說是非常流暢 但其實趙何 一開始的時候 中美是一起合作攜手 要來抵制芬泰寧 對 但是兩個人合作 合作之後發現說 中國要幫美國 來抵制芬泰寧 但是你美國 怎麼都不給我一些資源呢 經濟上面你也不幫助我 晶片你也不給我 你還封殺我勒 是啊 結果中美大戰開打之後 你看這個年月份 2015還有合作 2019還在合作 但是2020 2021 甚至到2022 雙方就沒有你來我往了 兩個人因為中美大戰之後 就開始翻臉了 到最後現在 這個芬泰寧 中國說也不是他 墨西哥說也不是他 美國也說不是他 就三方 對於這個毒品 都在踢皮球 沒錯我們剛從加分裡面提到 一個最關鍵的點是什麼 欸芬泰寧 因為美國都在阻擋他 沒有辦法進來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塞拉琴 他才會突然崛起呢 我沒有錢買毒品嘛 我竟然把動物用的東西 把它放在人類身上 就導致這樣的情況 原知 最近美國陸陸續續 發生非常多 吸食毒品攻擊人的情況 對 我們一直來說 為什麼台灣是要禁毒品 因為你缺毒 你會去偷拐搶騙 這一些犯罪行為更可怕的是什麼 隨機攻擊 你怎麼知道這個吸完毒的人 突然咬你一口 突然揍你 甚至突然拿槍出來對你攻擊 美國跟英國就國外 都發生很多起 就是吸毒之後出現的一種 神志不清 甚至攻擊性的行為 而且這種攻擊性的行為 是幾乎抓狂 而且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先講英國 英國有一個26歲的一個女生 她跟她的男朋友去約會 然後在一個Pub裡面 結果後來因為跟其他的 人起衝突就被趕出去 就忽然間這個女生 也不是沒有來由的 對他的男友產生攻擊 你知道嗎 然後就直接又咬住他的男友的鼻子 然後非常恐怖 然後後來他自己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的男女朋友 本來是蠻恩愛的 所以他就是因為吸食過量 才會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再除了這個之外 我跟你講美國還有更恐怖的 美國在邁阿密 有一個人叫尤金 他開車 開到一半車子拋錨 他在車子裡面待了三四十分鐘 也在裡面吸毒 吸完毒之後怎麼樣呢 做了一個非常詭異的行為 他開始走 開始往一個道路的另外一方向走 看到一個流浪漢 然後看到流浪漢呢 忽然間他就開始脫自己的衣服 然後那個流浪漢很可怕 想說很害怕 你要對我幹嘛 結果他本來想說 那個人是不是要對他幹嘛 結果他後來發現幹嘛你知道嗎 他在刺他的臉 忽然間流浪漢的臉一陣劇痛 那一陣劇痛之後呢 哇那個臉最後也是被咬到 非常的嚴重 百分之八十的組織壞死 出現這個狀況 這些都跟賽拉的情勢有關係 這幾天的新聞啊 那醫生就講說 那個毒品吸了之後對不對 會燥熱 而且你的力氣會變得非常的大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油筋就是咬了那個啊 在咬的過程當中 因為太恐怖了 然後別人叫他不要再動了 警察也來囉 他不理喔 然後警察對他開槍 好像沒有感覺你知道嗎 他也沒有痛的感覺 所以警方後來就是連續開好幾槍 把他擊斃為止 你看有多恐怖 然後另外在美國另外一個地方 美國秘書里州 有一個18歲的青年 拿了散彈槍 也是吸毒 吸毒之後 忽然去攻擊一個中國去的傳教士 攻擊完之後 又攻擊另外兩個路人 導致於一個路人重傷 另外一個路人被子彈插到 也受傷 結果後來那個青少年呢 被警察抓了 他說 我不記得啊 我不記得我有對路人攻擊的狀況 你看多離譜 然後再來就是 紐約發生的 有一堆警察在巡邏 巡邏然後忽然有一個男的 本來前一秒都還很正常 下一秒忽然拿了酒瓶 就直接去敲那個女警的後腦勺 一樣是吸毒 也是吸毒啊 就是他本來很正常 忽然間他就敲了 你走在路上 你不知道說哪一個看起來很正常的人 下一秒會對你產生什麼攻擊性的活動 這都是吸毒的原因嘛 所以吸毒這很恐怖啦 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這也是美國啦 美國他每一年 因為過量吸毒造成的死亡 的成長是非常恐怖的 你看在2019年的11月 7萬多人 因為吸毒過量死亡 結果到隔了兩年 也是12月 10萬7千多 成長了三成左右 對 多恐怖啊 你說毒品不禁還得了啊 來 宜曉我們剛剛提到了 現在全美都在防幾個東西 叫塞拉禽 除了塞拉禽之外 他們現在更嚴重的是芬太尼 芬太尼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現代的鴉片戰爭 好 現在中美 真的因為這件事情要開戰嗎 因為所有的原料 都在你中國製啊 我先講一下塞拉禽 其實塞拉禽的這個崛起 應該 他們其實都是這樣子 其實無論是這個芬太尼 或者是塞拉禽 都是來自說 可能是有其他用途的一些醫療原料 然後因此他把它製成毒品 為什麼 因為像哥哥威英 海洛英等等 現在都管制很嚴啦 對不對 現在都很難去買得到 但是你在平常你在藥物裡面 就可以買得到 其他醫療成分 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你來製成毒品 可能會這個 第一個 它的接觸性比較容易 但第二個來說 它可能比較不會被抓 所以這就是過去 為什麼我們看到 這新興毒品的一些崛起 所以你看這一次 美國的財政部長 葉倫不是到中國去嗎 大家想說 你要討論的是匯率貿易 很多這個很大的議題 就不是其中的成分 也是討論到這個 這個這個芬太尼的一個管制 葉倫認為說 今天我們如果 要討論一個正常的貿易關係 那你應該要顧及到我 因為我這邊是求這一端 但是你是共的那一端 那你共那一端 那我求這一端還是有 你沒有處理的話 確實這問題是沒有辦法去改善的 但是中國現在的看法 我覺得很簡單 中國看法是說 那你要我配合你這部分 那你要我配合我其他部分 對不對 你來很多其他議題 你相對跟我競爭嘛 那你為什麼要配合你這階段 但是我覺得美國的事 我會覺得說 這是攸關人命 你知道嗎 你先不要管南海 先不要管其他議題 這攸關人命的議題 大家先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 美中之間會持續針對這議題 進行更多交涉 趙哥 我們剛剛提到了美國 提到了中國 提到了墨西哥 哇這些毒品 塞拉禽 再來是芬太尼 毒害了所有人 今天有個新聞我嚇到了 台灣也有新鮮毒品 這名字叫做瘋膜 瘋藥 有這麼誇張 是啊 這個藥 其實它的一般屬於亞巴 不是那個不會講話的亞巴 同音的亞巴 它其實基本就從甲基本餅胺 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胺非他命的 一個俗稱 跟什麼 跟咖啡因的一個混合 興奮劑的這種藥物 當初大家知道 這種藥物原先是從這個泰國旁邊的 叫什麼 叫做緬甸的殘邦 所生產出來的 一開始它的目的是 給大家猜一下 一開始它不是要給人吃的 它還可以是要給馬吃的 一樣是動物用藥 對 為什麼 因為它要讓馬 24小時不停車的工作 讓它不想睡覺 不會疲勞 所以它開始給馬吃的這種藥物 那吃了之後呢 這個從這個 因為我在猜啦 可能是因為目前台灣有很多 或這個外移的這個移工啦 那可能從他們那邊是不是進來的一些 類似這種啞巴的藥物之後 給人吃了之後 根據報告 報告 它這24小時 都不會入睡 你也不想吃飯 那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的情況呢 他在不想吃飯 也睡不著覺的情況下 久而久之 他的精神狀況就呈現一個 崩離的狀態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六親不認 六親不認 他看到誰 他突然發作 就像剛剛原子講的一樣 他可能就對你攻擊了 是你旁邊可能 你男朋友在吸毒 就你女朋友莫名其妙 就被打了 就被咬了 這是這個毒品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地方 而且他一開始給馬吃 大家想一下 馬那麼強壯 那麼大一隻 換到來給人吃 會造成什麼樣可怕的後果 所以還是要呼籲大家啦 珍惜生命 原理毒品 週一到週五 晚間十點 請鎖定 還以一把狀 金小豆這一把刀 原本是只是架在脖子上面 現在這把刀要揮下去了嗎 揮誰啊 揮的事當然是正立文了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金普從揮到正立文 他形容它跟青春豆一樣 要把這個農包給擠掉 但還是呼籲啊 手上的細菌很多 不要亂亂擠痘痘 會有瘤疤 那另外來看到的是 他批評正立文 換猴是為了爭取不分區 立委連任 而且還指指 正立文後面啊 有背後金主在操作啊 那他像青春豆一樣 有問題的農包 一定要給他擠出來 那正立文就回應了啊 我已經做兩屆不分區 我已經夠了吧 我提換猴是因為覺得 猴沒有準備好 擔心會兩頭空 不過 金普從再次聲明了 全代會換猴的可能性 跟零是一樣的 他不過剛剛金普從 我們剛剛提到了啊 他說質疑正背後有金主操作 那我們就想問 現在這個背後是一道是誰 其實很多家媒體 都已經寫出來 很多家媒體都已經 開始陸陸續續在傳這個消息 甚至直接寫在這個新聞上面了 這個人叫做楊建剛 被形容是國民黨的神秘金主 綽號CK楊 他是這個易康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海軍出身 跟黃復興黨部交好 關鍵就在這 海軍出身 黃復興黨部 所以你自然聯想到什麼 他就是韓流推手嘛 因為韓國瑜跟黃復興非常好 那據說啦他原本海軍出身完之後 也有接了很多這個國防部的案子啊 做一些防毒軟體等等 那做完之後呢 才會跟這些人越來越好 尤其是跟黃復興黨部 那另外也有被形容是 習廣納閒士 但低調到永遠都找不到他 現在外界就有在猜一下 其實這個背後勢力的楊建剛 他其實沒有說這麼不滿猴啦 他不滿誰 他啊 黨主席朱立倫 原因是什麼 他們原本關係很好啊 原本關係不錯的 但是去年6月朱訪美的時候 兩岸論述上面 CK楊給他很多的建議在上面 但是你兩岸論述之後 還是沒有聽我的建議啊 那你問我幹嘛 白問了是不是 種下第一個心結 第二個心結是 2022市長選舉的時候 沒有告知他的情況下 徵召張善政 桃園市長 因為當時是沒有要提張善政嘛 是因為朱立倫的關係 說我要他 我就是他了 前面已經談過非常多人 甚至他還請CK楊過來幫忙 所以他覺得 這個心結可能是有種下來 所以他是不滿豬 同時他沒有討厭喉 但是他質疑喉 質疑喉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他是寒流推手 相對起來 韓國瑜的魅力 可能比較高一點 他也比較信服他 所以他是質疑喉 好另外現在大家來談了 就是這個換喉這件事情 已經談了非常久 現在也說 這個多股勢力 可以結合在一起嗎 現在看起來答案不一定 現在反對兩派勢力難整合 原因是因為鄭立文 他的訴求是拉豬換喉 我拉掉朱立文換喉 好挺郭派是誰 這些議長們 譬如說有周典論 還有他的好朋友 傅崑奇 他們是有豬換喉 所以兩個出發點不一樣 一個是拉下豬 一個是有豬 所以這兩股勢力能不能起來呢 先打一個問號 好另外呢 金普聰也點名了兩個前欄尾 包括了蔡正元跟邱毅 這兩個是見縫查成 他們是要報這個老鼠冤啊 那蔡正元跟邱毅 兩個人聽到金普聰這樣子 叮他們 馬上就跳起來了 翻臉了 蔡正元說 你心裡有病啊 把自己當老鼠是不是 你過往傷害人太多了 你會回向給侯友宜 邱毅也很可愛啦 他說你真惹上我了 放馬過來 林北等你 都幾歲了還林北等你 那另外邱毅也虧他了 秀姬斑斑的小刀 可別捅到自己 來 元智你怎麼看 我當然不是樂見這種狀況 因為他們這樣子吵 都會影響到我們小雞 或影響到整個 國民黨的形象跟團結 像我認為金小刀 如果要處理的話 我覺得他可以去針對鄭立文 但不要去針對蔡正元跟邱毅 倒不是我跟他們兩個認識 也沒有 但是是因為蔡正元跟邱毅 他們兩個現在就沒有黨職 邱毅甚至搞不好不是我們黨員 那你忽然間去罵這兩個 他們當然就講得更難聽 像蔡正元就講很難聽 他說金小刀說要把鄭立文 當作農包把它擠掉 他說那現在鄭立文也認為 侯友也是農包 所以到底要擠誰擠誰 就不會有好話 不會有好話的話 就會讓這個衝突更對立 那鄭立文的部分 我倒覺得是可以去跟他溝通 為什麼 因為現在鄭立文是說要換侯 讓韓上來 不可能是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常會 你看前兩天 中常委說要提案換侯嗎 有嗎 那些挺郭中常委有出行嗎 有啦一個啦 那個人想說怎麼都沒有人來 雷聲大雨有點小嘛 但是他們昨天還說 下禮拜走著瞧 下週見 好那我下禮拜來看嘛 對不對 看你們有多少人嘛 那你如果又沒有要真正去推動這個事情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變成話題你只是讓我們自己均心換散啊 那7月23號全代會 全代會我們黨代表2000多人啊 你說有1000個以上黨代表說我要換侯嗎 也不可能嘛 所以在不可能換侯的情況之下 那你一直講一直講 那你就是消耗大家嘛 所以像我服務處也有接到很多民眾電話 他們挺鄭立文的 他們講說我看到鄭立文這樣子講 對啦我們好憂心啊 是不是換韓國瑜上來會比較好 可是真的有可能換嘛 那沒有換情況之下你只讓那些支持者跟我們甚至有一點對立嘛 那這對國民黨來說是好的嗎 我覺得我就覺得不是好的事情嘛 所以一直這樣吵真的對大家都不好 尤其是鄭立文 鄭立文他是他4、5月的時候主張說要趕快徵召侯友誼 我3月的時候我還說把大家都放進來 包括韓國瑜然後做民調 誰民調高徵召誰 鄭立文不是這樣講耶 他說趕快徵召侯友誼 那徵召侯友誼之後侯友誼明要下滑 你就說他不行了把他換掉 不對吧 你當初幫他幫侯友誼背書 你看到侯友誼民調下來 你要去支持他 你要去幫助他挺他 怎麼會是不行了把他換掉 那你這樣一直講 你也是造成他民調下滑原因之一啦 這樣子我是覺得非常不負責任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說 不要再討論那些根本不會發生的事情 黨內的人不要再討論 趕快就是團結一致去支持候選人 候選民調才有可能回升嘛 袁珍你到底有沒有聽過這個人啊 神命金主楊建剛 這個CK楊董究竟是何許人意 楊董這個名字我們都一直常常聽過啦 也不是說常常 時不時就有人提到他 但是我們也不認識他 就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存在 一個去說這個企業家 然後他在我們黨內有認識很多人 然後他對於我們國民黨事務很關心 然後也稍有影響力 像他跟前主席吳敦義就不錯 那時候好像聽說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他也有建議幾個人進去 然後他就是會 旁邊也有一些公職人員是支持他的 然後會時不時發表一些意見 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是一個蠻奇怪的存在 就是從來沒有在檯面上 那這一次金小刀 就把他點名出來 居然點名說 鄭立文你背後動機不單純 你是受到這個金主的影響 那我不知道金小刀是不是手上有什麼資料 好像一副是說你在講我就要把整個掀出來 否則的話他去講這個東西幹嘛 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聽起來是還蠻 背後好像有什麼隱情 但這個部分我們就不了解 賴一下 我覺得是這樣啦 那個我記得我大概三四個月前 我當時真的有講 我在節目上講 我說國民黨這次提名侯業的最大的瑕疵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提名他是沒有中心思想 你不知道你為什麼提名他 除了他民調高 就是說你如果認為說這一個人他在政策理念 他在願景上 他在跟人相處上 他的地方實力上足夠的話 那這都是理由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 包括鄭立文 可能言之給很多朋友認識 大家國民黨幾乎審視的標準 就是只是因為侯友宜民調高 那當時我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就那萬一有一天侯友宜民調不高了呢 那依照這個標準 你不是要立刻去找下一位嗎 因為過去國民黨這個三屆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三次的總統選舉都有兩個現象發生 第一個現象 三個現象發生 第一個現象就是以民調去取勝負 第二個現象呢 就是這個整個初選過程有惹意爭議 所以這為什麼郭台銘上次出來也不是很滿意 對不對 第三個現象共同點 三次的總統選舉有從2016 2020到現在 都有換總統候選人的聲量出來 包括大家不要忘記 那個韓國瑜 2020年 2019年到9月的時候 都還有國民黨 甚至於是巨民局 講說要不要把他換掉 因為民調沒有升起來啊 對不對 高雄是那麼強 但後來全國就整個民調就垮下來了 所以我就說今天國民黨 我覺得至少從那個旁觀者看來 就覺得你的提名人似乎是沒有原則 只是因為他民調高 那今天我就覺得今天的重點就來了 那現在侯友民調不高了 那你是不是要找一個民調更高了 這個我相信就是鄭英文在講 所以你從某一個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鄭英文說的也沒有錯啊 因為你當時真的他標準就是他強 那他現在不強就找一個更強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標準 他的邏輯其實是沒有錯的啊 那當然啦大家也可以了解他黨內這樣子一定會惹風波嘛 所以我完全認同原則說的啊 因為你從宏觀來看 對不對 確實在製造對立 確實在製造矛盾 確實在製造兩個人之間 彼此之間沒有辦法合作 沒有辦法整合的一個可能 但是事實而言 我自己也在深藍選區嘛 地方上我覺得對國民黨確實有這方面的焦慮 我覺得鄭英文也只是把這個焦慮表現出來而已 來自豪哥怎麼看 其實國民黨這個家務事我們其實是不太方便評論 不過我覺得我提出一個想法就是說 這個行銷學上來講 你要行銷一個東西 你要有品牌跟產品嘛 那品牌對藍藍來講就是一個 老的老牌的這個政黨 這個常年的一個政黨 那產品就是侯友宜 但是我覺得這個 根本上產品就有問題 你的產品如果本身 就有很大的問題 你再怎麼推 再用什麼行銷方法都是沒有辦法 不用講金小刀好了 他剛剛出來的時候其實我表示有點緊張 哇這個大內高手 這個非常厲害 可是後來 弄了半天 你民調還是沒有起色嘛 這代表什麼 你的產品其實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再怎麼推 再怎麼去給它行銷 再怎麼去給它廣告 都是沒有用的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 他就講這個 侯友宜有講過 他說這個要提出所謂合乎憲法的九二共識 那大家就問了嘛 什麼叫合乎憲法 難道你是在偷臭說之前的九二共識是不合乎憲法嗎 問了之後就講不出來 完全講不出來 那天我跟這個侯友宜市長在這指南宮一起 還有我們柯P一起參加一個這個宗教的活動 那這個當下他在接受這個記者訪問的時候 就講到了這個教科書 大家對這個畫面應該蠻清楚的 教科書這樣來講 那問他教科什麼意思 他講不出來 他用那個諧音教科書 大家有意會到教科文則輸 教科書 可是問他的論述你到底是在想什麼 你對柯文則的論述你有真的瞭解了嗎 為什麼說叫他會輸或怎麼樣等等等等 完全講不出來 所以我剛剛就講 這個論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當一個候選人 你要當一國之君當總統 你的基本對你的國政對你的政策論述 你就要有出來嘛 目前為止看不出來任何的論述能力 所以這樣的候選人 我覺得在產品上就有根本的問題 其實值得這個藍軍來考慮一下 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教科書 柯文哲他最近除了前面的太監說之外 他現在好像又跟人家翻臉了 翻臉對方是誰 是美麗島的電視 美麗島的董事長吳子嘉 好 到底是為什麼事情翻臉 原來是因為這個吳子嘉取消 柯文哲董事長開獎 高雄廠的粉絲見面會啊 被他形容說是不是開戰柯文哲 好 柯辦這個地方也有回應 他們回應待會要怎麼來談 因為裡面太多的貓膩 我們現在看原本是在這個 下禮拜的時候要在高雄廠辦 因為他們台北廠已經辦完了嘛 台北廠就是引發太監說的這一場 那高雄廠原來是因為 高雄廠人數太少了 那吳子嘉的說法是說 我原本跟你講說因為人太少了 我們是不是要換一個主題啊 換一個方向啊等等 但是沒想要約討論啊 三天耶 整整三天沒有回覆 所以說就直接取消好了 那柯文哲就說 好啦 沒有付錢 那取消只能認了 那吳子嘉也把這個 Line的截圖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 報告柯市長 小弟懇求見你一面 商量節目如何進行 都不可得問號 實在非常意外 連約您見面安排時間 都如此困難 非常遺憾 好 所以blah blah blah 一大堆 所以製作單位 將於下週一公告取消 敬此 第子嘉敬上 好 那吳子嘉又有說啦 欸 我身為一個 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我竟然被你這樣對待 為什麼 因為他連讀都沒有讀 回也沒有回 人家是以讀不回 他是未讀未回 他就直接嗆起來了 唯一和我如此互動的 就只有你啊 因為侯郭都不會如此 好 我們來看到第一場 是柯文哲在台北場辦的時候 的確人數是蠻多的 直播有5萬人 觀看人數70多萬人次 那現在就有一個說法啦 因為他辦完柯文哲之後 他要辦的是郭台銘的場啊 這個郭台銘的場是7月21號 這個高雄廠是7月22號 一個禮拜五 一個禮拜六 禮拜五辦郭台銘是要在新北場 那沒想到20號隔天 辦這個柯文哲的高雄廠就說 因為你人數不足 所以取消了 那現在呢 陳志翰好 這是我們這個柯文哲 這個辦公室的發言人 他說無對活動的要求高啊 那7月14到7月22號 多場見面會要籌辦 難以搭配時間才取消 這一段話裡面 被大家抓出來的是什麼 你有多場見面會要籌辦 難以搭配 他暗指的是什麼 你柯見面效果好 影響郭見面會因此而取消啊 你想想看 這何邏輯嗎 前面7月9號直播這麼多人 那而且他的這個演唱會票 8800塊秒殺 怎麼到高雄廠反而說沒有人去啊 而且這個人數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停辦 所以現在是不是在打說 你是不是因為7月21號要幫郭台銘來辦 那之後又不想去高雄了 所以才跟我取消了呢 還是你被郭台銘收買了呢 來 志豪哥到底怎麼回事 是 我先講結論好了 其實我們還是很感謝這個 這個 董事長幫我們辦了一個在台北廠 這麼好的一個這個會 大家主持人也講到 他不管他的這個流量 還有這個觀看人數都創了很多的新高 那據我的了解其實沒有什麼 我覺得是溝通上的一個問題 第一點其實我相信是指家董事長 他在對這個節目的要求上其實是非常的高 那據我了解他曾經有要求說 必須在多久以前要做一個對稿等等的這個動作 可是可能說的時間太晚了 所以在配合上面會有一些困難 那造成可能他的誤會說我們不積極的配合 其實都是有在溝通的 有嗎 人家說等了三天耶 連回都沒有回 我現在講這一趴 我剛剛講是說在工作的這個SOP的 比方說你要Re稿 你要做一些事情的這個對稿 這方面其實都有在講 只是因為他的過分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在回應上面可能比較慢了一些 那至於這個Line的這個對話 其實是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我有急事要跟我們的科幣報告 他也是不讀不回 因為他的行程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是 哥 現在志涵姐的這一段話 真的是聽起來好像是針對於 認為吳子佳他好像只偏向郭董那個地方 是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節目前我有跟他通了一個電話來問他 其實大家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的確是在後來 其實我們有提出一些需求跟要求說 那針對我們這個高雄這一場 到底是不是可以繼續來辦 其實你看這個時間軸有一點 就是說本來你看這個 這個職家董事長也是說他要下週一 才會公佈取消嘛 可是劈一趴啦 這兩天就公佈了 其實我們也有點措手不及啦 其實我們還是很想繼續做一些溝通 哪邊如果做得不好 或者要怎麼樣 我們繼續把它完成 其實我們對這一場還是有所期待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麼早做了一個公佈啦 那至於你說這個志涵講的這個 到底有沒有在講過的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針對性 那純粹是不是因為在這個 在約訪的時候 在約這些行程的時候 的確感受到可能職家董事長也很忙 也很忙 所以他沒有辦法真的達到一個有效的見面溝通 或怎麼樣才造成後面這樣一個誤會 我基本上覺得像是這個樣子啦 袁珍你這樣一路這樣聽起來 你會覺得真的沒有偏袒郭董的感覺嗎 說取消就取消 柯P不是這個網路聲量高 大家都很喜歡他嗎 怎麼連人都沒有 如果柯P第一時間有回吳子嘉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訊息嘛 因為吳子嘉顯得清楚 他說等他三天想要見面 討論一下內容都沒辦法 那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是說柯P在台北場有一些 我覺得不如吳子嘉表現的期待嘛 就是說吳子嘉問他一些問題 他沒有針對吳子嘉的問題回答 所以他想跟他雷稿啦 我想是這樣 所以他就想說 這一次是不是大家可以再聚焦一點 再跟他 但是三天沒有回 人家當然就覺得說 你到底有沒有誠意 那第二個是 假設你的票都已經賣完的話 我覺得吳子嘉也不會那麼無聊去取消 因為都滿了嘛 那現在是說跟你內容又溝通不到 然後呢票又沒有賣完 1800個座位子賣了600個 對 那當然大家會緊張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態度 就是說遇到困難 也無所謂 辦活動本來有時候就離離扣扣 很複雜一些事情 但大家要坐下來 想辦法把它解決嘛 現在問題是說 沒有辦法約 沒有辦法解決 那當然就是 阿爸你就先取消好了啦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辦活動的人他求好心切 希望活動辦好 當然我覺得做這個 反應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這個還是要由民眾黨去說清楚 因為我感覺民眾黨第一時間是 是想要推給吳子嘉 說啊因為他接了很多大的活動啦 人家比較有錢嘛 所以比較想帶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從柯文哲回吳子嘉的訊息裡面 好像有這個味道 因為柯文哲有寫一句話 因為也沒付錢嘛 所以也只好尊重 這個我等一下解釋 其實我再解釋一下 他所謂也沒有 其實這個董事長開講 這個節目的確是沒有 他不是賣票的 他是給你登記入場的 所以其實這個節目 他並不是靠這個賣票的收入來支撐 他是靠這個節目的流量 對這個子嘉總統來講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柯董其實真的是很 對不起 我們柯P真的很單純 柯董你都講出來了 他不是要被併購是不是 我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講的非常單純的反應 他只是說 因為說真的我們是來賓嘛 這個主辦也都是這個董事長在辦嘛 那也沒有收錢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是當然是 隨著這個主辦單位的說法嘛 如果真的要取消他也沒辦法 是這個意思啦 沒有啦 我這聽起來怪怪的 我覺得即便是有付錢 你即便是有付錢 人家一直約不到你 然後賣票不理想也是可能取消 我剛剛有講啦 其實約不到 其實不是說真的約不到 其實幕僚都有在溝通啦 可是我在猜 可能總統上他是真的很想 面對面的跟這個柯P 那柯P真的形成太滿了 我覺得剛剛那個說法 我真的我本來還沒有那麼多詞 聽完之後超多詞的 如果全部都沒有錢交手 然後沒有付錢 這句話在從哪裡出來的 什麼意思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是 沒有收門票錢嘛對不對 那你的意思 柯P也沒付錢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柯P的沒 說沒付錢是指什麼 他沒有說沒付錢 因為我們沒付錢嘛 因為我們沒有付給主辦單位嘛 所以你們是要付給主辦單位錢嘛 沒有沒有沒有要付 那他才會講說 因為我們沒有付錢啊 那我們當然是 就這樣我們是來賓嘛 主辦單位也都是這個董事長這邊嘛 那既然我們也沒有 因為有些人假設我們有付錢 假設我們是付錢去辦這個活動的 我們當然有話語權嘛 我都付錢給你要辦下去啊 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付錢嘛 那主辦單位如果說必須要取消 那我們當然就只有尊重 觀眾朋友現在最下在爭論的 其實就是這一句話 沒有付錢啊 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是我沒有付錢給你啊 所以沒有什麼差 第二個事情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付錢給你 所以你就不幫我辦了呢 這個沒付錢取消只能認 然後現在有兩個說法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正常人看到這句話會覺得說 今天是因為我還沒付錢 所以你不一定要交貨 對不對 是有點這概念 所以但是 志豪的說法是因為我沒有付錢 所以我只能尊重你 對不對 第二個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話語 大家可能自己要去拿捏的 因為說實在也沒有人說得清楚 對 大概只有 這個柯文哲跟吳子佳 自己知道這個 實際的一個金錢往來狀況 那我說我尊重他這個志豪提的看法 但我的意思只是說 今天最主要的問題我覺得有幾點 我覺得很遲疑的 第一點 柯文哲在回訓的時候 他說 我都有把你的訊息轉給我排行程的人 對不對 他說他這樣說到沒有錯嘛 對不對 但他請問他沒讀沒回 沒讀要怎麼轉訊息出去 你沒有讀你沒有把他轉訊息出去 大家也用LINE啊對不對 你一定要開起來這個視窗 你才有可能去按分享 才分享的出去說你要分享給誰嘛 你好像突破盲點了 那你沒有讀啊 因為你看這不是隨便說的 吳子佳在爆料出來的截圖裡面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是沒有讀的 後來爆料的其實是有讀的 但一開始爆料是沒有讀的 所以你沒有讀你要怎麼分享出去 你要怎麼請行程人去排 所以這是第一個盲點 可能要去釐清的 我覺得第二個盲點 其實就是說到底到底 柯文哲跟吳子佳談這件事情 當時談的條件是什麼 因為今天我覺得這很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是談好一個條件 說我自己要先跟你Reqo 你都沒有做到的話 那對方當然可以很不滿意嘛 對不對 那如果對方是突然之間 覺得說因為成效不佳 然後跟你要約這個時間等等 要討論時間 我覺得這稍微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當然討論的結果 也只有兩位知道 但這個我覺得也是很值得去理解 第三點 第三點 我覺得我還是要強調 看到每次的爆料訊息 我的觀感都是一個 我都是看誰是綠色視窗的 因為綠色視窗就是自己截圖的 對自己截圖 不是說人家截圖的 所以可見吳子佳會截圖下來 去爆料給媒體 就代表他已經是蠻不爽 對不對 這已經是要把這公開化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是單純 好像是什麼活動 這個沒辦法 這要求很高 這很明顯就是什麼 就是尊重不夠嘛 就尊重不夠嘛 我今天五指教五任 我也是一個董事長 我也是有媒體聲量的人 我甚至於是幫你的 我在幫你 我辦得這樣開獎 多少人參加 結果你連一個基本的尊重 你都沒辦法做到 所以這個不是我 其實沒有辦法去怪任何民眾黨 其實你說 陳長也不用去怪他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都是直接 他跟柯文哲在對立一件事情 這不是幕僚在射手處理 幕僚在射手處理 像國民黨的黃建佳等等的 你還可以去怪他 但這個狀況是直接跟柯文哲 對不對 那視窗上寫的就柯文哲三個字 所以柯文哲讓人家沒受到尊重 我想這也不是第一次啦 但確實現在看到的結果就在眼前 好 這個見面會的風波 想必還會再燒個一兩天 到底怎麼樣 雙方可能要講清楚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 是現在藍白河嘛 大家也想說到底誰要河 誰要河 誰要跟誰配 這金普通昨天也有說話了 柯侯配百分之百不可能 大家問說 那侯柯配呢 那你要去問一下柯文哲 簡單來講就不可能是柯在前面啦 那另外之前不是有說法嗎 現在因為要爭老二嘛 所以現在國民黨要使盡全力 去K這個民眾黨 他說下令全力打柯的是 綠營的炒作 根本沒有關係啦 我們還是有合作的機會 好 說到這個藍白 還有綠 撒卡都 好 我們先把這個郭董先撇開 撒卡都的情況之下 藍白河一加一會大於二嗎 還是等於二嗎 還是小於二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日本學者 小栗原心性 他在去年這個選縣市長的時候 花邊人家形容 哇 他太準了 那接下來他的說法說 支持柯的年輕人 因為不喜歡藍 藍白河可能會棄票 賴在最前面 但是無力加速 最大變數是鍋 鍋台銘 柯人氣最高 但是易犯錯 猴現在還在忙著整合 所以他怎麼看藍白河呢 他說一加一 不會等於二啦 甚至不會大於二 好 來 我要問四位了 現在日本神預測的政治學者 我剛剛提到的小栗原心性 他們說藍白河一加一 不會大於二或等於二 你同意舉圈 不同意舉差 三 二 一 哇 大家回答 因為我默契了 三人都太好默契了 來 原始開始 這個非常難講 這個不是說數學問題 因為情勢還是不斷在變化 因為有些支持者 他有時候他不投票 他是會覺得說 你們分裂 你們都不團結 你都不整合 我何必來支持你 所以有的時候 當他們看到藍白整合 非綠力量整合之後 他反而會覺得說 那我願意出來投 有人是這樣認為 但小栗原他的想法 我覺得某種道理也是有的 就是說 有一些支持白的人 他不見得是喜歡國民黨 所以藍白合了之後 他有可能跑到綠這邊 也是有可能 所以那你想說 到底哪個因素比較大 哪個因素比較小 因素太複雜了啦 除非你真的用很科學的數據去調查 否則真的很難去判斷說 他到底是大還是小 來一下 我覺得我大致也 我覺得聽過蠻有默契的 因為大家都選擇說 不知道要舉圈牆還是叉叉 所以就都舉起來了 但確實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到底能不能1加1等於2 或者不等於2 我覺得這個按照目前的民調數據 其實不是說得很清楚 真的不是說得很清楚 因為第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說本身這個 這個郭台銘的狀況 郭台銘狀況 他是代表藍 還是會不會代表藍 這個其實會對這1加1 到底等於什麼 有重大的一個變數 但另外來說 我覺得還是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你今天談到 我覺得我之前期待 招合這邊節目也討論過 我覺得白有他的獨特性在 真的有他獨特性 就是說今天你真的把他藍白合起來的話 先不論誰當老大誰當老二 我覺得這是其次 但重點這個獨特性 會不會逐漸的被取代 或者是淹沒 我覺得這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很難去說 但是確實我認為現在 至少我必須相信大家說的話 那相信 就一部分是99.99999 不會有整合的可能 第二個就是 金普聰說這個是100%不可能 所以至少我覺得 眼前必須相信這兩位的話 我認為整 這個應該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這個可能性還是滿低的 來 志豪哥 這樣子啦 這本來就不會是一個數學問題 比方說假設現在科是30%的支持率 這個猴是15% 不可能到時候加起來剛好 這個假設是科出來的話就45% 不可能 本來就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這個論點我已經講了非常多次 這次的選舉 如果從現在的狀況看起來 未來不要發生任何嚴重的重大事件 三咖都或四咖都我們就恭喜 我們這個賴清德當選 躺著選 躺著選 就這樣子嘛 這是很簡單的議題嘛 但是如果從今以後 科跟賴是在緊咬 在那邊1%2%3%緊咬 然後喉還是在那邊10幾% 或者換成誰 還是這樣的趴數的話 那我覺得 最後還是會有一個整合的機會 絕對會有的 這叫氣保 其實我講得非常明白 其實就是會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當然這個民調隨時會變 隨時會變 都會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基本盤 大概就這樣 這個你們賴清德 目前來講就是差不多35 你注意看差不多35 40 因為基本盤就在那裡 它再低也低不到哪裡去了 它再高也高不到哪裡去 其實後期就是看 完全會不會有所謂藍白河 但是你剛剛講這個99.99% 其實我不太同 它不是說不會合 我們不是說不會整合 它整合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科幣向來就是講 只要是理念相同 都說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為我們人民好的 大家都可以來談嘛 為什麼不可以談呢 聯合政府 聯合那個 不就是這樣子講嗎 我說整合意思 其實是針對總統副總統的部分 OK 對對對 就針對這部分 因為你們自己也把話說得蠻清楚的 對 重點我們是講 我們當然是科幣希望當總統 是不是 那其他安排起來我不知道 或許 不知道 那就問說 侯也願不願當副總統 金普通說不可能 搞不好不是侯啊 搞不好不是侯啊 我比較相信 我比較相信岳元之說 對啊 如果換侯怎麼辦 如果不是侯咧有沒有可能 不會換侯 不會換侯 所以民眾黨 等我們換侯就要跟我們整合 沒有沒有你說的 沒有 就不能換侯嘛 所以現在我覺得藍白河的機率很低啦 因為看現在裝潢 好我們都會聽過一首歌 聽媽媽的話別讓她受傷 周董他人生的貴人 就是他媽媽葉惠美 他到底奪愛他媽媽 現在連這個公司裡面 從專輯用媽媽的名字 現在連公司 媽媽的持股也很多 哇 這持股一算下去 不得了了 好幾十億啊 是 周杰倫他現在的歌呢 除了聽媽媽的話 很火紅珠 他其實還有一首歌 叫做最偉大的作品 但是現在大家都說了 最偉大的作品 恐怕不是那一首歌啊 恐怕是這一支股票啊 在香港上市的這一支巨星傳奇 其實這一支股票呢 在一年多前 其實大家都已經熱烈在討論了說 這支明星股票啊 會不會是一股熱啊 因為明星嘛 所以會不會一個潮流 風頭過了 其實不會那麼看好 但是在13號 他在香港IPO之後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每股定價是在4.25港幣 但是一度呢 最高是到6.3港幣 剛掛牌直接衝上來啊 是 而且一度盤中啊 上漲將近五成 將近48% 當然啦 然後中場有點收斂 但是這支股票 還是滿亮眼的 老實說啦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這麼亮眼 然後這麼亮眼的一個關注呢 其實就是周杰倫這個品牌 是 他在中國大陸的火紅程度 你很難的想像 那全部都換成了金流啊 那其實這個股票裡頭呢 有哪一些是這個 共同的這個股東呢 其實第一 最大的股東可以說是他的媽媽 就是葉惠美 就是剛剛的聽媽媽的話的那個主角 你知道嗎 一夜之間 她的身價呢 飆到17億 而且直接晉升富豪榜 又多了一個人 就是葉惠美 另外呢 除了葉惠美這個媽媽 當然很重要啦 因為周杰倫非常的孝順嘛 除了葉惠美之外呢 還有她的老闆 就是楊俊柔 另外還有她的多年的工作夥伴 叫做馬欣廷 另外還有一個是她的一個 等於說是前音樂的 共同合作的高層 也是叫做這個城中 那其中還有包括了方文山 這個一定要的 對 也是這個長年的好朋友嘛 她就是這個股票的 這個首席的文化官 那其中呢 當然我們比較熟知的 就是她的媽媽 然後她的老闆 那其實有一個人 特別拉出來聊這個人 是因為她其實 她的人生也蠻有傳奇故事的 這個馬欣廷 是一位作家叫做黃大明 她的國中同學 她其實說她其實這個馬欣廷 從小就已經蠻優秀了 學生時期的時候呢 就已經展露她的才華 但是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她非常突出 所以會遭到學生的霸凌 所以她其實在國中時期 有曾經被霸凌過 但是呢 這個黃大明看了這個同學啊 一路呢 她就很想很想 在電視圈裡面發展 所以就一開始念書啊 後來呢 為了要得到 可以當記者 當主播的機會 她就先進到電視台裡面去呢 當總機 這麼機場 出聲不怕低嘛 對不對 先從總機開始做起 慢慢有機會之後呢 你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啊 電視台要真人了 電視台要找記者 要找主播了 她就會第一知道 她就去做記者 然後輾轉呢 做到了主播 後來到中國大陸去發展了 如今回到台灣了 身價可是大不同啊 又買房又買商辦 現在身價破億了 現在還是周杰倫這支概念股 巨星傳奇的大股東 那我們剛剛聽到了嘛 到底為什麼股價會這樣 一直飆一直飆一直飆呢 當然就是因為周杰倫這個砍棒 真的很招錢啊 我就問了他們在賣什麼 周杰倫是賣版權 賣演唱會歌曲 賣他以前的歌曲嗎 到底算頭 你講的他通通都有賣 首先呢 因為他這個砍棒實在是太亮眼了 他包括了他去中國大陸 演的一些真人秀啊 周遊記啊 這些IP他全部都有 再來是呢 他的一些卡通肖像權 還有他的這個臉啊 整張臉啊 他的IP影韵 還有一些演唱會的承包策劃等等的 當然不止如此喔 這個公司他還簽了誰呢 他還有包括了劉根宏夫婦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一些經營啊 行銷啊 電商啊等等的 還有包括了這個哈林余晨慶 是 其實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些 你已經聽到已經很多錢了 都是好幾個一起跳的 但是其實他最賺錢的呢 是在電商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磨凍咖啡 叫做防彈飲料 有一陣子呢 生酮很夯 不能吃一些澱粉類的 但是呢 你可以喝一些油脂 幫助你體內做燃燒 因為這個生酮啊 很夯 帶動了這個防彈咖啡的大賣 那你知道嗎 他賣這樣一包防彈咖啡啊 換算下來的台幣呢 他賣一盒 就賺818塊台幣 賺一盒啊 一盒 一盒就賺800多塊 對 一盒就賺800多塊 然後他又是全國 應該說中國最大的企業市場 而且人多 中國沒什麼 就是人多 那錢都來買他 為什麼買他 為什麼不買別家的 當然就是看這一張臉嘛 這張臉在中國大陸 就是很吃得開嘛 所以他賣什麼 其實很多的粉絲就會買單 所以你看喔 中國最大的防彈飲料的 這個市場是這一家 那這一家是誰 你看他有多少粉絲 周杰倫的粉絲 那也是好幾千劑 百萬劑的吧 已經很多人了 所以他的這個熱度 再加上這個生酮飲食的 這樣的一個行度 所以養上一家呢 其實他目前為止呢 這個最賺錢的行業 其實這個咖啡是賺了 他們公司裡面的七成 甚至到八成 都是從這邊有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經濟的來源 當然其實周杰倫他其實從小 為什麼他會有 今天這樣的一個身價 都要歸功這位女士 葉惠美 是 都要歸功這位葉惠美女士 因為他其實從四歲開始 就開始學鋼琴 其實葉惠美本身是美術老師 他是美術老師 希望周杰倫能夠學畫畫 但是畫著畫著 好像就是沒有興趣嘛 那媽媽就說不然就去學鋼琴 結果彈著彈著 他一天要彈兩個小時 那彈著彈著 因為他之前已經放棄畫畫了 所以媽媽就說不管怎麼樣 你鋼琴都不能夠放棄 才會造就今天周杰倫的身價 所以看到這邊 其實不是要逼小孩去學鋼琴 其實是媽媽的細心的教導 然後再加上對自己小孩的觀察 小孩子好動的就讓他去學體育 喜歡藝術 音樂的就讓他去學鋼琴 搞不好 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培養出一個億萬富翁 好 我們剛看到 其實葉惠美在對周杰倫來說 不僅是他媽媽 甚至他人生中的貴人吧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以前在學鋼琴的時候 他每天要練這麼久的琴 他為了要買一部新的琴 他媽媽是把他家裡的東西賣掉 就是為了讓你去學琴 你想去學鋼琴 你鋼琴老師請來 我也是幫你花錢 才能夠造就今天的周杰倫 所以有一個說法 今天如果沒有葉惠美 就沒有周董可以創造出這麼 炙手可熱的歌曲 周杰倫他自己講的 沒有吳宗憲就沒有周杰倫 但是大家認為呢 沒有葉惠美就沒有周杰倫 不是說把他生出來而已 而是說周杰倫 今天可以在樂壇 有這一席之地 真的都是靠他媽媽 所以你看周杰倫 對他媽媽也非常孝順 你看我們誰知道 誰的媽媽是誰 你知道劉德華他媽叫什麼名字嗎 但是周杰倫的媽媽 你看他第一個 他變成專輯的名稱 葉惠美 第二個好多首歌 都跟他媽媽有關 替媽媽的華 這其中一首嗎 還有 白狗阿捏怕我媽媽 我叫你爸不要到我媽 這都是跟他媽媽有關 所以他讓他媽媽做上司公司的股東 然後把財政大權交給媽媽 都是他回到媽媽養育之恩 跟培養他的一種方法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剛剛其實加班也有講 其實為什麼媽媽對他很重要 其實三歲以前 周杰倫是不會講話 一般小朋友大概兩歲 快的話兩歲就會講話 三歲還不會講話 媽媽很緊張 怎麼我小孩為什麼都不會講話 就想很多方法 想要幫助這個小孩 後來想說看是不是用音樂來啟發他 周杰倫是這樣子才接觸音樂的 所以他後來發現說 他在音樂這邊是有天分耶 可是他們家以前經濟比較有拮据 所以媽媽就省吃減用 不顧爸爸的反對 就真的買了一台鋼琴給周杰倫 那時候還因為這樣子 夫妻還有點不和 然後後來周杰倫國中的時候 爸媽離婚嘛 爸媽離婚他就一路跟著媽媽 那媽媽也是這樣一直不斷的栽培他 所以周杰倫後來在高中的時候 就進入那個淡江高中 然後就在那個音樂科 然後主修鋼琴 輔修大提琴 就一路都是媽媽的支持 然後你知道嗎 媽媽對他的栽培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只有這樣子 媽媽一路把他推上巨星之路 怎麼說呢 因為周杰倫後來厲害之後呢 就去參加了一個 音樂比賽 一個選秀比賽 他當時幫一個同學伴奏 伴奏的歌曲是他自己寫的 那本來只有這樣對不對 媽媽看 基布可思看吳宗憲 馬上把那個樂譜 交給吳宗憲 憲哥你看一下這是我們兒子做的樂譜 憲哥一看 驚為天人啊 然後才這樣子把周杰倫 延攬到公司去 所以如果沒有媽媽當時把樂譜給吳宗憲 吳宗憲也不知道說 原來周杰倫是這麼有才華 那可是周杰倫一開始走掉的路不是很順利 因為他寫了一些歌都被退歌 這樣他也被劉德華退過的歌 也被張惠妹退過的歌 後來媽媽跟傑倫就拜託吳宗憲就說 憲哥可不可以讓我出一張唱片 憲哥人也蠻好的 就說好 你如果可以在幾天以內寫50首歌 我就幫你出唱片 那結果他真的就是一週內就寫了50多首歌 那一開始有一些但憲哥不滿意 可是因為他的老闆剛剛家邊有講楊俊龍 楊俊龍在這家公司 他也是他的貴人 對 也是他貴人之一 後來是楊俊龍在無意間聽到一首歌 可愛女人的demo 就是 漂亮的讓我面紅的可愛女人 就是那一首 然後就覺得說 唉唷 也不錯 就讓周杰倫出唱片 他出了唱片之後一泡而活 所以才有今天周杰倫巨星的機會 所以真的如果沒有也會沒有周杰倫